我们站出来完全是为了 大家可以看到为啥我要站出来 刚刚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 我在美国我有宪法赋予了我权利 有人现在要击到我头上 说把我撕毁要违反我的生命安全 我凭什么不站出来呢 对吧 对大家看到刚才那个警察威胁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站在那 而且我就拿手机直录 刚刚你说的那些我都已经录下来 就他所有说的 尤其他说那句说 你录像你这个公开演讲 你是犯法我要 arrest你 这句话我就说 我说我们凭什么 我们为什么违法 对吧 第二个我们录像 刚刚包括在这个检查台说 我们录像是保护我们自己 而且先通知你了 而且我先通知你了 而且如果说他后面做任何录像 我们这个录像就会作为呈堂公正 就是你违法 你侵犯我们自由和 这个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最好的证据 因为他威胁我们 对吧 其实真的是这些天一直都在 这个发生各种状况这样的事情 太多了 这个保安就过来说 你马上go out 我说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凭什么让我们go out 加加和几个战友就在站着 他说让我们靠边 我说凭什么靠边 我们就在站着 我们没拿牌子 我们凭什么让我们靠边 然后他就跟我姐说 你们买牌子到旁边站一下 然后刚才他就说了 说这个警察 为什么刚刚那个人太多弄不好 我说他威胁我 我们可以不跟他说话 对吧 我们可以找我们的律师 而且他威胁我们 就是为我们自由 我们就站在这 要不你就把我们靠走 我说我们很不舒服 你说你这样威胁我们 然后他就说 这个人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boss在这里 因为今天他的上司在这里 所以他很没有耐心 跟我们在这解释 那就像刚刚小王子说的 那他是不是有个人的interest 他是不是有个人的bias 他的boss是谁 他的boss是不是 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但是我觉得 我们能做的很有限 但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这就是我们坚定的 跟战友一起 然后站在这里 然后把我们今天 像今天一样的90天 然后把他渡过去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大家知道 美国宪法里面 也明确的规定了 如果没有法院的 逮捕令和搜查令 警察是不能抓人的 他只有什么情况下 如果没有法院的 逮捕令和搜查令 他什么情况下可以抓我 如果他目击我 正在进行一个crime 而且是violent crime 我站在这 就是public speaking是crime 他是violent crime 他是暴力犯罪 他不是 而且警察说 一句话很重要 他说 I am running out of patience 他说我已经失去 马上我的耐心就没了 你再说一句 我没耐心我就要抓你 这句话非常重要 你抓不抓我的基础 是你有没有耐心呢 还是法律呢 你有没有耐心 和法律有什么关系呢 你没耐心你就要抓我 那全世界所有的警察 都来抓我好了 美国的宪法 就是一张纸撕了算了 对吗 警察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早上安保 又要来这么做 这背后是谁 让他们这么做 他们的boss是谁 不用讲 好黑死定 共产党 谢中国联邦人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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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